国民党2024总统大选的提名机制都还没有决定 但是呢有意争取党提名参选总统的人 现在纷纷表态了 台面上被大家视为最强棒的 那么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因为他频频遭到点名 但是侯友宜可能面临的是落跑的质疑 国民党新科立委王宏威认为 侯友宜啊如果要攻大位 别急着表态 要先冷静把自己准备好 做到让选民觉得 就算有落跑问题还是愿意选他 而且如果侯友宜真的够强的话 那么党内就不能够再用落跑 把侯友宜卡住了 自身媒体人周玉寇在九合一的选战期间 在电视台的节目上讨论了精华非文案 还有蒋孝岩家族争议等等的议题 NCC依照了违反事实查证原则 致损害公共利益 妨害公序粮俗 并且公开特定人的个资 总共7案 处罚缓300万元 这让台北市员徐晓星觉得 蛮爽的 因为他说这是他检举的 立委王宏威则是认为 7案罚300万 罚则太轻了 对于周玉寇说 今年开始他要改邪归正 不要再带坏社会风气 王宏威则是表示 改邪归正为时已晚 周玉寇他的节目 因为他事实上被检举的案子非常多 那现在是罚300万 7案并罚 那看起来一个案子还80万都不到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 NCC对于这些 遏制的媒体 事实上制造假新闻 假评论的媒体 那么事实上这个罚则实在是太轻了 那到底能不能收这个整个他的吓阻的效果 那第二个 周玉寇小姐她现在 虽然她的节目被关掉了 可是她仍然可以去当这个来宾 继续的评论 那我觉得 遏制的媒体人就应该退出媒体 退出这些公共频道 那时候很多政论节目 用很多的时间来批评 来评论这个严宽恒的时候 也有很多到现在还没有办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国家机器 不应该看政党 看颜色来办案 不能说绿的你不能 或者是说你先选输了 你才来选择几个案子来办一办 来给这个人民看 今天早上昨日过在节目上 她就说今年开始她要改邪归正 不会再带坏社会的气氛 能这不受人吗 大家对她有期待吗 我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期待 那么而且我觉得 这个社会已经为她付出非常多的代价了 她现在改邪归正真的是为时已晚 对于周玉寇过去主持的 辣新闻152被NCC开罚300万这件事情呢 我只有一个心得就是爽 因为呢是我检举的 那当时检举的非常多项目 但我还是觉得虽然罚了300万 可是有一些项目呢 很明显的有违规的问题 但是却没有开罚 举例来说像是当时周玉寇去污蔑 蒋湾不敢捐血 但是只要上网搜寻就可以看到 蒋湾过去的捐血记录 这个案子呢似乎是没有被开罚的 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去这个检局了 好像数百案吧 那结果只罚了300万元 那我觉得呢 财罚的金额还是太少了 那今天呢周玉寇她在被开罚的事件之后 在广播节目上面说呢 自己会改邪归正 是希望她真正能够反省 然后改过自新 不要再让台湾社会乱七八糟了 要告诉各位的是 苏贞昌在昨天透过了脸书 宣布全体阁员总词 当然不少党内立委也纷纷发表 对于新内阁的愿景 民进党政国卫立委在昨天喊出 内阁应该要多元化 年轻化还有民主化 任用出身名义代表 或是县市首长者来担任阁员 晚间11位的民进党女性立委 还有33个妇女性别团体 也共同发表连述声明 呼吁行政院应该要提升一下 女性格远的比例 至于呢 在工商业界方面 他们对于新的内阁团队的期待 是什么呢 现在台面上 由于传出呼声最高的人选 就是前副总统陈建仁 工商大佬直言了 当前国内外的经济 面临严峻的挑战 因此希望新内阁 能够开出稳定经济的处方 好特别是在苏内阁期间 两岸关系非常的紧张 互动几乎是零 所以说工商界很期盼 能够恢复交流 或者是借由民间先行交流 但是我们来看到 虽然苏内阁已经宣布要总辞了 现在呢 这个中国时报的新闻透视就分析 目前总统蔡英文 她手上还是紧抓着行政权 因为呢 这是她接下来 仅剩一年半任期的最大依靠 现在副总统赖清德 已经当上了民进党党主席了 所以说民进党的权力结构 就会迈下二元化 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 两个人高度进和的关系 恐怕是民进党未来最大的智轴 好尤其是民进党在去年败选之后 苏贞昌虽然第一时间表态辞职 但是被蔡英文留了下来 主要是因为一个博压的总统 势必要搭配强势的格魁 在丢掉党权之后 行政权很可能必须要抓得更牢 好 刚刚已经告诉过您了 呼声最高的接棒格魁人选 就是陈建仁 还有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我们来听一下前立委郭正亮 她的分析 她说其实陈建仁的内心是毫无准备的 也没有意愿要接 甚至蔡总统呢 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要换格魁 但是呢 是因为苏贞昌她的民调真的太低 再加上党内会担心影响选举 才会让蔡英文不得不开始 思考相关的人选 好 目前看起来 陈建仁没有意愿要接报 郭正亮进一步还加码爆料 她说其实蔡总统已经开始征询 第三位可能接格魁的人选 某个很资深的记者跟我说 陈建仁本来今天要出国 出国 就他基本上就是要出国一个月 要去见天主 就是要去完成圣骑士 对啊 就见天主 所以他真的没有要接 那可是因为地方选举实在选得太差了 那苏贞昌民调要这么差 所以小英就跟他肯谈 那可是最近的事不是去年十一月 那他怎么说 所以他讲十一月都没有接过片 那是真的 我觉得小英一开始也没有真的要换人 那可是苏贞昌就是 你就知道他民调就是不好 就是搞到小英后来不得不换 对对对其实上也不是小英 就是一堆要选举的人说 你这样会死人的啦 我们怎么选 所以是那种压力 让蔡英文不得不去思考 要换谁嘛 金潮流大概就倾向说要换要换 那英系当然也乐见陈建仁上来等等 可是陈建仁就是心里毫无准备 他真的毫无准备 他不想 不是啦 因为他也知道上去的后果 就是证悟要立刻上手 那总执行一定会被K高端 这个我想再怎么样的 都可以联想到这个 当然小英是很喜欢陈建仁 可是现在就卡住了 就还没有 还没有搞定 我那个朋友 他知道一些情况 他说小英现在还在接触第三个人 因为万一陈建仁没有答应怎么办呢 所以听说现在在接触输家犬 七一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